周日晚上10点左右 万华区大理街133巷内 这辆货车从外头开进来 突然一个爆冲 车头往左偏 乍看以为是扯到线 还弹了一下 疑似是因为车速过快 加上货车加高 已经超过民宅的哲宇棚 导致车尾左上角撞上 卡住 把铁皮扯下 车头还被硬生生的吊起来 周牌铁架 哲宇棚都被撞坏 不过好险当下没撞进屋内 也刚好屋内没人 是邻居通知才知道 慢慢开照理说 撞到扯到就会停下来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更清楚 原本这雨棚上招牌灯还亮着 货车进入巷子之后 可能因为转弯角度没抓好 才会卡住 车上三人下车查看 讨论之后见周遭没人 随即在上车逃逸 隔壁邻居 他一听到声音就有出来 实际回到现场因为位于路口 近来的第一家原本的遮宇棚 旧步高但以记者身高170公分来说 现在我只要伸个手就能摸到 现在被撞一个铁皮不断降低 尤其外头主要道路就是和平西路 转进巷洞大约10公尺就会碰上突出来的 遮宇棚但已经装设30年以上 偏低突出又比较老旧 车速快很容易不注意就撞上 尤其这边在盖房子 因为屋主刚好也不在台湾 邻居已经协助报警 是否有超速或其他违规 也只能等警方找到肇事者 再来谈后续如何赔偿 TVBS新闻杨青铺林立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